狗兄妹见面只想恋爱 网上有一种传言 那就是狗没有兄妹之间的概念 狗兄妹如果非常长时间没有相见的话 就会认不出对方 两只狗再次相见 有可能就会谈恋爱 今天咱们来做一次测试 稍后就将它妹妹带进场 看看两兄妹见面究竟会发生什么 会不会像网友所说的那样 两只狗一见面就谈恋爱呢 咱们赶紧让它们两兄妹见面吧 还没有进运动场 哥哥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心想今天是不是介绍了一只大美狗给我认识呢 旁边的法国动牛犬那是生无可恋 它像今天又没有我的份了 兄妹俩好像都不认识彼此了 它们相见果真会像网友传言的那样 直接就谈恋爱吗 两只狗现在举止非常亲密 不断的相互秀着对方 剧情的发展渐渐有点不对劲了 我感觉网友的传言很有可能就要实锤 两只狗搞不好今天真的会谈一场恋爱 这时候一只狗方便了一下 说是迟那是快 另外一只狗赶紧过去闻了起来 这还不过瘾直接上去品尝了起来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狗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分析出很多信息 比如对方年龄是大概多大呢 以前有没有谈过朋友 这次有没有到可以谈恋爱的好时间 狗全部都可以从里面分析出来 你看这只大狼狗亦有未尽又去闻了一下 不知道另外一只狗有没有到达谈恋爱的好时间呢 从哥哥的表现来看 好像时间还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也拿不准 你看他又上去舔了起来 其实网友的传言都是非常对的 在狗的印象里面并没有兄妹这种概念 甚至也没有母女这种概念 实际上狗是会近亲回血的 而且大部分的纯种狗都是由近亲回血而后扩大种群而来